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联谊总院长瞿大成 副总院长黄尊成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等人陪同下前往台大医学院体育馆视察筛检站执行的情形 他表示台大医院作为全台最大的医院是对抗疫情的重要资源 希望将此当成北市整个医疗防线的最后部队 为了增加裁减量 台大医院在台大医学院体育馆设置防疫紧门证 18号正式启用 不过市营运当天人流不多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场视察 定调台大是战略预备部队 医疗体系最后一道防线 先暂时开设这样的量能没有需要弄那么多 台大医院还是全台湾最大的医院 这个是我们打仗 最重要的叫战略预备部队 这是我们最后的战略预备部队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开开开 现在我们防疫集门诊量已经到1万2千了 當然到立要 最後要擴充多少這還不確定 我們現在每天在看報表 我們在研究 事實上好像到現在為止 每日確診人數在 雙北已經 有點好像平原 我們也在驚看 今天台北市的 空床還有500多 700多了 因為我們現在全台北市 防疫專責病房到2400床 因為已經有私家醫學中心 開到30% 因為還有700床 算一算 我們現在是 前天是近來170 出院140級 大概只增加差不多24而已 所以今天是這樣 目前台北市的醫療資源是夠的 因為 因為那個病房數在增加 從2200增加到2400 第二 那空床數現在看起來要超過700 然後 到目前為止 住院人數沒有說突然暴增 大概維持在200上下 所以 在這個 醫療資源還足夠的狀態下 市政府並沒有打算去 改變太多的防疫措施 只要醫療量能還可以撐住的話 我們就 繼續保持密切監視 那台大醫院先開這個 防疫急門診 明天其實是開始試營運 當然是這樣 也沒有必要說一下要投入很多人 我們看那個有需要的話 台大醫院會迅速增加他的作業容量 我們把台大醫院當作我們 台北市 整個醫療防線的最後的戰略部隊 貨幣部隊 一開始400 現在是這樣 有需要才增加 沒有需要你弄那麼多幹什麼 所以我相信 以台大醫院的量能他是絕對夠 但是我們會看 因為我們要觀察 到底紅紅怎麼會到 如果那紅紅還沒到 你沒有在沒有必要就沒有投入 沒有辦法投入 沒有必要投入那麼多人 坐在那裡等 所以這個 一開始400 我們就觀看那個 整個台北市的需要量 再來調整 台大醫院開設的防疫急門診 預估每日服務800人次 規劃入口為林森南路 裁兩線裁建 完成裁檢後 由林森南路離開 記者問句台北報導 一年一度的518國際博物館日到來 台北市文化局與14個市內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 攜手合作 精選包含了生態 古蹟 影像 親子 美食 及一品等六大特色的巡寶主題 紛紛推出鴨鄉的鎮館之寶 和大小朋友同日 台北市不只有都會風景 更有位於城市中的自然美景 與生態寶藏 518國際博物館日 文化局與14個台北市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 攜手合作 精選包含生態古蹟影像 親子美食與一品等六大特色巡寶主題 民眾可以在城市中珍貴綠地來場生態巡寶 或在城門下聽故事 參觀包羅萬象的影像數位特展 在展覽和解謎遊戲中同樂 品味古早好滋味 以及藏身都市高樓裏的製品特展 體驗精彩 體驗精彩多元的樂趣 那其中包括有包括有生態主題 比如像我們的一個智山文化生態綠園 還有還有我們的一個林玉堂古居 孫英軒科技人文紀念館 然後包括寶藏一樹村跟松山文化創園區跟 紀州安文學森林 我們這些其實都有 這都是台北市像裡面的城市小綠洲的地方 他們都有一個相關的生態地圖 我們去讓大家可以認識說 這幾個館所周邊的鳥類植物昆蟲 有一個很有趣的生態之旅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古蹟的主題 包括我們北門周邊的福台街洋樓 他們從5月7號起連續 三個週末都有一個北門開講 就是我們邀請對古蹟 古蹟或者是這些歷史有關 學有專精的一個老師 在戶外辦理週末的講座 那還有說我們的紫藤鹿 我們紫藤鹿它也有相關的一個展出 各種其實靜態展覽跟動態的展出 還有我們北投物館也有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 就是它是直接 就是我們它是在做一個日本在大政時期 一個非常有名的插畫家叫祖九夢二 然後它有非常重要的一個 很難得的一些展品來台灣的展出 那也是我們會例如主題主題裡面 那還有我們的影像尋寶之旅 像尋寶之旅上包括我們孫藤鹿的科技人文紀念館 我們有孫藤鹿先生的早期影像展 還有像前幕故居的一個前幕先生的祖跡在台北的展示 那還有我們的阿嬤家 阿嬤家的和平與女性人員館有推出 就是MeToo先行者的一個特展 那這個三個影像展其實都跟我們台灣 台北早期的故事 早期的一個歷史故事有很重要的關係 那還有我們的數位藝術中心 我們在芝山這邊的數位藝術中心 也有 也有非常優秀的就是藝術家的特展 好那再來是 有關我們的親子的部分 像這一次我們有兩個 兩個 兩個我們地方文化館 特別有推出相關的親子活動 包括我們的天文科學教育館 它有宇宙航海王的一個特展 那還有長榮海市博物館有動物海友會 在一個親子解謎包 就是親子檔購票 入館就可以免費領取我們的親子解謎包 那還有我們最後最後還有一個其實美食 美食的部分包括我們的 餐景記憶倉庫 在北門旁邊 在北門旁邊的餐記憶倉庫 它又推出了一塊古蹟雞蛋糕 那以整個北門周邊的一個鐵道部 北門油局這些歷史建築作為一個造型 那它的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 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古蹟雞蛋糕 就是結合了整個歷史導覽的一個 的一個活動 好那我們新創生茶行也有 茶包的製作體驗 那還有我們包括像是 衣品的話 像我們的鳳駕美術館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 就是有好幾個不同的特展 包括說在地時尚的 台積計畫包括製品的創作 探討 背頭地區的一個地景樣貌跟街坊生活 還有一些印鈕 就是說我們的一個印章和鈕扣這些的 的一個藝術傳承展 那看到我們有遺史的一個 非常精彩的一個創作的作品 那以上是我們 在518博物館日前後 我們台北市文化局跟我們的 這麼多個地方文化館所 那合作推出的一個 非常豐富的一個藝文獎宴 那也歡迎大家來參加 六條巡包主題 推出豐富多元的展覽活動 邀請民眾來唱知識巡寶之旅 後續文化局也會陸續推出更多精彩活動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國父紀念館今年是逢建館50周年 特別舉辦了建館50周年的 館史展祭典藏展 首次大規模的公開展現 多件的珍貴史料 包括了館藏三件的國父真姬莫寶 以及國父首書的自傳 與國父在香港西醫書院成績的紀錄簿 相當珍貴難得 台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 演奏動人的樂音 為展覽揭開序幕 国父纪念馆今年适逢建馆50周年 特别举办议运先宗 建馆50周年典藏特展 继52例建馆50周年管施展 首次大规模呈现多件珍贵史料 并首次公开展出五件珍贵的国父莫保文物 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把一年来 我们大概动用了全馆的三组的同仁 一起来做策划的两档展览 现在的所在的我们的这个国外一档 其实是其中的一档 今天是联合开幕计程会 那这一档展览是我们的馆藏特展 那另外一档特展是在楼上的馆石展 那国家就像刚刚的主持人讲的 就是我们50年建馆以来 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埋动 我们全馆的同仁 不管老公亲 其代 然后跟随着台湾的命脉 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茁壮 其实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在塔书怎么样来诠释它 所以我们今年系列的馆激活动 除了有三档展览 今天就是两档 另外一档是跟生活女学有关的 已经开始了在我们的地下室 那另外我们还策划了一场演出 那这场演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到十月份庆祝国庆展観 我首先先谢谢各位同仁的努力 把过去国庆祝馆很丰厚的馆藏 在很好地保存条件下面 然后跟老师们合作 一起爬输出相关的礼物出来 然后它有细节的呈现 但是最重要的各位知道 国庆祝馆成立的宗旨 其实是为了感念 敬念 国庆祝馆先生的革命情谊 还有个人的情潮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中国国民党 王副秘书长 我们国庆祝馆里面的文物 有关于国庆祝馆先生的实 就是真实的手机或者是文物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相对的宝贵 但是我们正在想 老师怎么样能够充实 相关的馆藏的内容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发现 在我们的国庆祝馆的中心核心区域 就是展示了国庆祝馆先生的手机获保 那从这些手机获保 跟他实际上面身边的事物 除了在国庆祝馆里面可以 大家可以亲近国庆祝馆同向之外 更可以亲身感受到国庆祝的 国庆祝馆接身使用过 或者书写出来的文字书法 那个跟我们的连结就会非常的紧密 非常的亲近 所以首先还是要谢谢 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王副秘书长 来大力的协助 那我们也会很珍惜 那各位在这场展览里面 也可以透过我们同仁很努力的 书写跟诠释 我们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已经名端上了 参与了文化部的这个典藏网 所以透过手机的QRCO就可以感受到 就可以知道里面每一幅作品的内容 内容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样展览非常值得大家的看 细细在那品尝品味 那二楼的部分是我们的管室展 管室展这场展览也很特殊 国附建议馆通常展览的方式 是会用壁画式成立的方式 那我们二楼特别把它处理成情境 模拟的方式 透过时光的长廊 曲折的向导 感受到国附纪念馆 馆员跟民众的互动 它的平常和它的非常状态是怎么样 从建筑讲到人文 从活动讲到展览 所以非常的精彩 所以这两档特展是 诠释国附纪念馆多样貌 当中的两个面向 国附首书自传 与国附在香港西医书院 成绩纪录部 为国民党党史馆收藏 国民党副秘书长王玉敏 对国附纪念馆借由展览 多元发扬国附精神也深表肯定 大家知道 国民党跟孙中山先生的愿远 非常非常的深厚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创建 中国国民党的总理 另外孙中山先生也历经十四的革命 带领大家创建了中华民国 所以每次来到国附纪念馆 坦白讲 这个有点 非常的熟悉 而且也很喜欢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以一个经验馆 然后来弘扬孙中山先生 他对于整个中华民国的贡献 那所以今天这个国附纪念馆 创建50周年 我们一定要共享神局 当时王館长来国民党办会的时候就说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这个针基 然后呢一起来参与这个展览 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提供了两件 我觉得也是很珍贵的这个针基 要来一起参加这次的50周年建馆的特展活动 那第一件呢是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是国父在西书院时候的成绩单 刚刚这个国父纪念馆的研究员呢 特别说他花了很多时间真的认真的研究完一遍 国父的确所有的成绩里面 他把他排名了 他就是第一名是学霸 就是这个国父当年的这个成绩的确是非常的好 那这个待会呢 所有的归宾也可以去看 另外一个呢是国父的自己的自书的这个自传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国父亲手写的这样的一个针基的作品 那就是希望借有这两件的这个针基 让大家能更认识这个国父 认识中山先生跟他更贴近 那我觉得国父纪念馆 刚刚这个馆长已经讲了 这五十年来他跟台湾人民的生活 产生了非常紧密的连结 你可以看到这个台北市市民 假日的时候最喜欢来的这个 这么多的广场里面有这么多的展览 跟大家生活产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 那国父纪念馆更是海外的游客来到台湾之后 必定要来这个一看的 这个经典的建筑 还有里面的这一些展览的作品 所以他已经是中华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跟指标 那国父纪念馆在弘扬国父的精神 待会大家也可以看到另外两件增基 一个写的大大的博爱 一个写的是天下为公 那我想这个就是国父 为什么让他这么尊重的原因 就是他真的有这个国爱跟天下为公的精神 而这样的精神 我觉得不断的可以启发我们后人 就是Jay Sui他的精神跟理念 不用各种的方式 无论是末宝 无论是绘画 无论是其他的方式 我想我们都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 保持发扬光大国父的精神 典长特展分为四大主题 展出中山学说与管祥书画 杜海诸家前辈艺术创作 中山文艺奖得奖者专题 以及国关主办奖赛得奖作品与管祥作品选要 可说是近代美术史的缩影 其实这一盘的展览 我们分成四个主题 当然前面几位支持的 一把盘管长还有两万老师都提到 中山学兽在主要的核心区 因为这已经是国际馆最重要的 这个当时建馆主要的任务 当然它后来慢慢发展成 比较像我们接更认识的国际馆 所谓的接力气的国际馆 很多人在那边练舞 在这边运动 在这边就是从事任务 所有的休闲活动 那展览是串起这些人的 然后进馆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很多人是来看展览 然后或是来看表演 临听乐会 然后就顺道参与的国际馆的成长 那另外第二个是杜海来台的 才配作品在这个展示的左右两强 然后我们从第一年龄开始 也可以看到台湾早期的建设 它有过来发展的进化 然后第三个是中山文艺奖的东西 就是有关中山文艺奖的这样子的作品 曾经入场过那一天 就是这些人可能都是国际馆的审查委员 或是曾经参加过国际馆 早期的竞赛生 这个陆老师或是苏老师 都以前曾经是参加过比赛者的角色 然后第四个单元是青春展望 就是这里头有我们资深的前辈 也有我们最年轻的艺术心胸 官师展则是以民众角度策展 展览中更首次公开民国76年8月 馆内57位女性服务员 连署争取职场性别平等的展建 我们的素材来自馆内 50年的摄影座 摄影的记录 因为我们有摄影官 这50年来 数万张的照片都在系统里面 我们也有很重要的 王大文先生那个团队 那个时代的所有建筑书都完整地保留 而且都数位化在 我们的公文档案系统里面 那我们更不要说一般正常的公文档案 然后加上这个史料 还有我们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公文是 本管50年来的大事纪要数千者 也都在系统 数位系统 所以我们都综合这些产量 这个进行整个章品的这个筛选 那我们最后这个还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我们这个产的价值 就是呈现本管多元的这个管室 那这些管室都在我们的一个期待里面 那就是反映了本管跟台湾社会 长连生活 艺术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一个历程 这是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呈现 那最后要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分了五大种体力 建筑创管的历程 那当然是第一个啰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的我们管有很多的日常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悲惨 那这些悲惨当然就是美国家的大事啦 我们系统的每一位总统 这个政府接待以后的每一位总统 说在管里面有很深厚的密切的一些足迹 再来就是国父这50年来 他如何在管里面呈现 他还有我们管如何把他的足迹 也在全世界海内外这样子的说 最后一个样点是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反映着管和台湾社会发展脉动的那个管理 76年几年的那个阶段 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之前女性的妇女的这个工作选招是被压抑的 所以有一条是为了保持端端的仪表跟活力 年轻的服务员不能结婚不能怀孕 76年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复版 在57位服务员的签署下委托会议律师事务所发起了整个推动全台湾性别平等工作的第一步 那当然这个教育部整个国家也很支持 所以推动不到一个月 这个透过一些座谈 这个游行 教育部就来喊说 请国父纪念馆把这一笔 这个书面的契约也解下 这是国父纪念馆第一次把这样子的历史 呈现在一篇文件 这个还有照片里面 国父纪念馆建馆50周年管始展继典场展 透过展览邀请民众见证国馆历史 回顾半世纪来的走过点滴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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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新一区在地的历史文化 新一区公所与新一社区大学共同推动多条走读活动 其中一条路线就带领民众了解广词不爱园区早期的发展与在地的故事 让参加的民众收获丰富 永生高中家的核框又是一条铁 那条铁就是这条铁 当然它不是刚好一模一样 因为后来在整治人工化之后 我们会把它稍微拉直 天然的溪流 它是会找适合土壤的地方去流动 所以天然的铁都是挖来挖去 最后很厉害 我们把它做成人造的增高之后 就会把它稍微拉直一点 因为像旁边的土地才好利用 不然我来旁边的很多旗营地会很难用 新一区公所与新一社区大学 透过漫游新一文化节 推出多条走读活动 其中一场特别来到台北市政府 推动的广词博爱园区 来了解周边的历史人文故事 来参与的民众 都是对于在地文史相当有兴趣 有一点蓝绿色的 是天然的水 就是铁 山顶下来的铁 黑色的才是铁 像这细线的 这个就是禅煌冰那一条水溝 比较大的就是主干线 这个是水门 然后主干线再来就分小的 就是每一区禅 旁边那条水溝 在饮水的那条小水溝 这个水门在哪里 普林街跟福德街的交叉口 所以福德街为什么 那个水门这边过去 路会那么宽 其他底下有一条很大的 以前旧的柳公寸 我之前去访问那个 奉天公的一个副主委吧 还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委员 他以前在柳公舍利会上班 所以就很清楚 那个宽度大概最没有五六公秋以上 就差不多几乎两个车道宽 因为它是一个主要干线 然后来到这边 又一直走走走走走 我们今天往那边走 我们会走到这一头去 一直跟福德街的尾雅 中坡南路尾这个地方来结束 然后另外一条 因为这个水门又分一条 我听一下 虎林街 就以前的虎林街旁边也有一条水门 有那个自由 就往上面一直走 灌溉这个旁边的田 这条过来就是灌溉我们三脚下这边的田 现在中坡东路是怎么接的 中坡东路是在 在这个上面 这条是永吉路 1939年高山迷津 全台湾大概只有20辆左右的车 全台湾差不多20还是30台的车 说车没错 苏林的差不多这样而已 所以那时候没什么车 那时候连摩托车都很少 那时候连要买脚踏车 都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 所以那时候的路不需要大 那个牛车过得去就好了 所以以前的车的宽度 一条路是用牛车或马车来算 就一条路只要牛车可以走 这样子就够了 那我们今天 信义社大跟 特别很荣幸 跟这个曲公所合作 然后从3月到5月 我们都是有一个持续性的 一个漫游信义文化节的一个系列活动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跟我们这个邻里合作 希望来走独我们广池 博外园区这个地缘关系 很浓厚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郑老师 带领我们的地方学走独 能够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个 未来我们广池博外园区 这附近它的地缘 我们会有很多的新旧著名的一个共融 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新的一个社区风貌的一个产生 然后我们长期在推动信义地方学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搜存取用 让我们更多民众了解地方 对于这个长期在地有一个着力 就是我们的地方学的发展 然后希望更多民众来参与 能够包含像我们的未来 广池博外园区会有很多的新旧著名 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互相的一个融合 一起来做一些公共艺术 创作的一些活动 参与走读的民众戴上耳机听老师导览 一步一脚印来走读在地人文 信义社大老师也向大家介绍 广池博外园区的前世今生 带领走读的民众进入时光隧道 还没开工之前 这个广池开发案的这整个园区 那再靠我们前面 现在看到的是公园 这块地上面 其实以前有六栋房子 它的名字叫福德平宅 那有六栋房子 我给大家看一张 在网路上找到的一张老照片 这个是这位陈汉中先生在民国59年 1970年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 那如果要看 其实应该到我们另外一个对角去看 那个角度比较准 他是从那边拍过来的 所以前面这两排 就是在这个公园的房子 后面这个就是广池 就隔这条马路 就是如果现在往这边走 那台挖土机旁边那条巷子 当然现在施工围起来不能走 以后弄好他是可以过去 有一条横的巷子 那条巷子就是这条巷子 就是这个房子跟这个房子中间 这个围墙旁边这条巷子 所以这边 这个围墙过来这一片就是广池 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三角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终点 那个礼办公室那边的四层楼公寓 然后这边这两排就是 在我们这块公园上面的福德平宅 那这边的这六栋所谓的福德平宅 然后当年是为了照顾那些低收入户的国民 然后去兴建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安身之所 所以我整理一点点简单的基本资料 他是在1970年 就是刚刚看到那张大图上面写的 同一个年代 1970年 刚盖好的时候拍的 那这些低收入户他们住的那个房子 其实很小 就差不多八平大左右而已 他主要是提供给单身的 或是那种刚结婚的 每一种不同政策盖的房子 他各自有不同的使用对象 就像我们现在的房子一样 所以有的盖的叫社会住宅 有的叫青年住宅 因为他的用途不同 用途不同的时候设计的目的性 空间就会不一样 那时候这边的这个房子 就刚刚讲适合诞生 或是刚结婚的那种 家里人不多的 所以他平数很小 大概只有八平大 然后总共有六栋 这六栋的名字 可能现在的人来看会觉得很八股 明有明智明想 然后民生民权 用这些名字 然后总共可以容纳504个住户 每一户大概八平大 然后这个八平大 在那个年代 说小不小 说大也还蛮大的 我曾经问过的一个 最多的 到目前为止问过最多的 八平大的一户 大半的人 一家住八口 你都很难想像 八平大 如果你常去玩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你只要去住饭店 稍微好一点的饭店 一间都搞不好不一定是 不止八平 你想想看那一户人家 只有八平 还有一间厕所 厕所厨房 就是所有工人 全部都在那个八平裡面 然后我问过最多的是住八口 虽然刚开始只是 适合住两口 或是带一个简单的小孩 可是因为家里人多 小孩又生 然后可能爸妈又老了 八个人就一家三代人 貴人 住在那个八平裡面 然后这些房子呢 在2015年的8月28日 开始东宫拆除 然后其实以前拆的时候 最后留下一栋 要做展示馆 所以我在怀疑说 社会局安排了以后 在我们那个大楼里面 有一个展示空间 说不定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那时候 因为有一些文史单位的伙伴 可能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最后呢 就留下一栋 所以要做为展示馆 就是像现在一些团队 在做的那个 紀錄的事情一样 以后相关的历史 会在那个展示馆里面被呈现 可是当年 并没有特别给他 什么特别的身份 所以在不久之前 就被悄悄的拆掉那一栋 所以后来就 同样的展示空间 就变到新的大楼里面去 我猜这应该是有 有连带关系的 那这个是 有几张比较早期的照片 有一些是最后一栋 还没拆之前 我有来拍过几张 它以前就是两大牌 那中间有些广场 让居民可以活动 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它有两种不同的高度 然后中间呢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有一个青山公园 那中间后来还弄了一个 一个蛮漂亮的公园 这样子的状况 社大老师说 由于过去的在地历史资料 保存下来的不多 因此人会透过田野调查 逐渐累积当地的资料 留给下一代 来了解当地的故事 所以它那么长的一条路 它都不是一次弄的 所以我现在在调查 就是很希望把那个时间 也能够把它查出来 现在知道它的过程 可是到底哪一年做了什么事 就很难弄得清楚 因为以前这些事情 可能官方会有一些基本记录 可是都在什么资料 他们的什么档案库里面 我们也看不到 那以前也不太特别说 新闻会去一一报这些地方上的事情 所以我们比较难知道 然后再来隔两年 1974年 有没有 你看这条路旁边的空地 还有西几乎都不见了 所以就很明显看出一条路 路的样子 有没有 前面这个有些地方还乱乱的 还看不太出来 那是房子吗 对 然后后来这些 一排一排的房子都出来了 空地就只剩一点点 所以那个路的样子 西变成路的状态 就更明显 就看得很清楚 这边也是 房子就慢慢开始长出来 旁边的空地就慢慢慢慢不见了 然后这条也是 你看水淳 就变成大马路 变成大马路 因为被加盖了 以前是中间是西 左边一条小路 右边一条小路 所以中间加盖之后 就变成一条大马路 所以从地图上 你看 这大条 就是福德街 就是福德街 这条就是福德街 这个是广池 这个是广池 这个就是广池 这个就是广池 这是凤天公 凤天公在这里 凤天公在这里 我们等一下也会上去凤天公 转一下 往这儿去 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 所以 在比较后来的 这个是 更晚一点 民国72年 那个时候就差不多 这边的路都弄好了 西就都不见了 你看 再更早几年的这一张 有没有 蓝色的 这个就是西 就是我们刚刚看 那个地图比较早的 还没有全部加盖的 你看 地图上还有标这个西 这边也有 有没有 蓝色的 这个都是西水 都还是西水 广池博爱救济院 这是比较早期用的名字 最后宽 为什么变窄 名字在哪里 因为这条路 那个水準 到这边来之后 就转弯了 就没有过去 所以它就是单纯只有路 这边是宽 是因为它有路 还有水準 所以等于是 比普通的路 是大概两三倍的宽度 到这边是只剩下路 没有水準 所以路就变得比较 所以你看这个路的管载 还跟水溝有关系 所以你透过这些地图 然后还有地方上的 长辈的一些说法 去把那个故事拼出来 还觉得蛮有趣的 透过导览介绍 让参与民众 仿佛搭乘时光机回到过去 也更了解 属于广池博爱园区的地方 特色与故事 只有了解过去 才能够展望未来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南港区玉城里内的 基隆河堤房很有特色 当地的里长 特别将地方的历史文化 以彩绘的方式呈现在堤笔上 未来也将结合QR Code科技 并搭配城市定向活动 让居民更了解 在地的故事与特色 你看它在飞舞啊 蓝雀在飞舞有没有 这是蓝雀 位在陈美桥左岸 河滨公园的这段 基隆河堤房相当有特色 当地里长 特别将地方的历史文化 以彩绘的方式呈现在堤笔上 有早年的长寿吊桥图案 勾起在地人的回忆 台北市有这种吊桥 大概有两座 我们这边这一座 刚刚讲1948年 民国37年建造的 建造当年有基隆河 隔着两岸 对岸的内湖区的周梅里 还有行善里 跟我们这边 南港区这边的玉城里 这边以前叫 奥山匹店玉城里 只有渡船 以前只有渡船 后来就盖了这座吊桥 所以可以衔接 一些过去内湖对岸 周梅里那边的一些文化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番薯藤 我们知道番薯藤 是怎么栽种的 以前叫韩子敬 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 农夫都会到对岸 去采购番薯藤 就担着两担番薯藤 就回家去栽种 这个番薯叶 或是番薯 这个小时候 还历历在目 就是我们经常 来自全国各地 来挑一些番薯藤 回去栽种 去耕种 还有过去那边 过去还有龙舟 还有龙舟的文化 我们以前在这些滑龙船 可以整条河道 非常的清澈 非常清澈 以前的地是沙地 沙地有 有拉拉跟那个 拉拉跟那个 比较大的 那个蛤蟆很大的 那个地是沙地 是金黄色的沙地 过去的水質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会 举办滑龙舟比赛 或是在岸边细水 还有整片都是竹林 竹林 过去过去的 过去的那个 以前小时候的 小时候的那个 那个印象 现在想想 又可以又可以浮现出来 所以就衔接 两岸 两岸 这个文化的衔接 还有 从对岸 我们这边的松山持幼宫 来这边马祖庙 来这边拜拜 十三街庄 对岸属于十三街庄 中央之一的周美庄 周美庄 所以来拜拜 还有拉和街 采购 采买一些 需要的物资等等 不然就如果要到都会区 要转成公车 一定要以前有六号公车 就在石油公 对面松山国桥的后操场 有六号公车 要到台北中华路 一定要搭六号公车 不然就搭火车 所以过去 就去这条吊桥所扮演的功能 就是让对岸 可以不必再做渡船 可以走吊桥 这样 对于两岸 对于周美里内务区 那边的民众 要到都会区 进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要道 早期的日程里还有砖窑产业 以及做炮弹的六一冰工厂 里长也将这些产业特色 呈现在提防彩绘上 彩绘的意象里面 其实涵盖很多 包括我们过去的砖子窑文化 八卦窑 这边是八卦窑 也是全国有名的当年 因为这边烧出来的砖 非常兼顾耐用 我们叫灰桃针 所以后来这些砖块 还曾经被载运到 以前日本总督府 去盖现在的总统府 还有中山楼 中山楼也是用这边的砖块 载运过去盖成的 这就是那个 以前泥土砌好 一块块砌好之后 要堆叠在这个清边车道上 这个叫清边车 它有轨道的 有轨道 然后堆好之后 顺着轨道推进去八卦窑里面去烧 泥土烧好烧成之后 再拖出来变成砖块 可是当年的那个 那个清边车 这个清边车 有轨道的 所以这边 以前这边有 一个松山窑 还有大山窑 附近有个砖子窑文化 也造就很多中南部人 上来这边就在这边工作啊 就业啊 然后慢慢就在附近定居 也是形成一个聚落 这砖子窑文化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提壁 用砖子窑 八卦窑的方式把它呈现在提壁上面 冰工厂 大概三零年代 三零年代 大陆从上海 千台的工厂 以前有六十一冰工厂 四十四冰工厂 二十六等等 三十冰工厂 千台的时候 冰工厂移到 从大陆上海 六十一冰工厂是上海牵过来的 当年有在做四零炮 就口径比较四零炮 有做炮弹 所以我们的提壁才会有一个大炮 因为他以前是做炮弹的 当年也造就很多在地的就业的机会 冰工厂来这边的话 来这边做制造炮弹的话 也是很多就业的机会 然后所以六十一冰工厂也是附近 包括现在我们的很多里民 住东兴街周边 都是六十一冰工厂的员工 都还有 当年的员工都还有 有的时候聊起来 都粒粒如荟 他们都觉得很鲜明的感觉 东兴街整排 就是六十一冰工厂的宿舍 现在 所以都是六十一冰工厂的员工 那现在变成 后来再迁 再迁到现在的二零二厂 二零二厂的地方 就是比较靠近后三匹 里面那一段 有很大的一片 就爱国者飞丹的基地 为了活化彩绘的景点 里长也计划运用QR Code科技 并搭配城市定向活动 让银法族与年轻人 一起来参与 认识在地的故事 提壁彩绘的构想 是有系统性 系统化的构想 因为未来 我们当时跟厂商又讲好 厂商 他必须 未来必须把这一片 牆的一些文物 文字 一些轨迹 要用QR Code掃描就可以 可以知道 用手机掃描QR Code 比较先进的 我们有规划城市定向运动 已经在规划了 因为我们有 医生理研发热火中心 有热灵班 热灵班 我们阿公阿嬷 未来我们可以 推动城市定向运动 带着自己的孙子女 可以把这边 规划成一个 城市定向运动的一个 点 一个景点 我们透过 GPS定位 可以定位出一个点 来这边 手机拿起来扫描AR 也可以知道 当年的一些意向 当年的一些文化文字等等 身为里长 除了地方建设以外 我们在地的文化 过去的文字 历史文物 也有必要让它流存下来 所以我们可能先 透过提币的彩绘 那未来会举办 系列的活动 包括城市定向运动 城市定向运动 或是我们陪训一些导览员 可以开一些简单的营队 陪一些导览员 小小导览员 就是未来 我们可以举办一些活动 到现场 大家就把你的学习的场域 从室内移架到户外 户外 非常自己熟悉的 我们提币的整片 松和街的一个步道 非常的步道 大家来户外的学习 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 这个城市定向运动 是可以让爷孙来共融 共融学习 因为资讯 我们的孙子女会比较强 那我们的阿公阿嬷 在地的可以熟门熟路 可以互相配合 来共融式的学习 里长说 未来希望融合科技的运用 来传承在地故事 让认识家乡的教育 往下扎根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人安基金会举办 韩式庆端午的活动 邀请到长期关怀公益的 艺人无缝 化身爱国诗人屈原 献上亲手包的粽子给韩式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同时也后周社会大众 一起来响应 募集抗暑防疫健康包 助韩式远离疾病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卷起袖子 认真的包着粽子 一人无缝化身爱国诗人屈原 将亲手包的粽子 献给85岁的唐奶奶 唐奶奶为照顾父母辞去工作 急欠医药费用 双亲离世后 便卖房产还债 从此沦落街头 经区公所转介 仁安基金会 每日提供五丸两餐 让唐奶奶享有一顿温饱 这回收到吴凤亲手包的粽子 让他相当开心 还直夸吴凤漂亮 很健康 希望今年身体健康 谢谢你今天来这边 你很漂亮 谢谢我很漂亮 我是男生 我可以啊 也是漂亮也可以啊 I'm grateful 然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吴凡的捐款的知识 各位 请大家可以捐款 6万元我们的爱心转线 022836166 这是分级号码吗 可以带分级 298 然后呢 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看得到 我们的那个花博帐号 还有呢 这边可以说 动物小竹 希望今天可以 更多的朋友来帮助 所以我也今天在这边 希望把这个消息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因为台湾的基本上 很有爱心 是 帮忙非常多的人 包含乌克兰 根本国际的人 多的那个 需要的人 所以我相信 他们也会帮助 我们国内的 很胜 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 分享那个消息 每天我跟 任安静就会合作很久了 很久了 之前是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发过披萨啊 对 然后那个 之前是 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发过那个挖子啊 对 很多很多的活动 对 很多的活动 然后我记得 尾压的时候 对不对 尾压的时候 也准备很多的 没有防疫 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举办 尾压 让他们开开心心的 词 那个专严犯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今年我记得是 准备的是那条 红包 对不对 红包 红包500是 对 做韩式 对做韩式 就是把我们的活动 每年都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希望 今年更多朋友们来 支持我们 然后呢 拜托媒体的朋友们 要发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消息 可以分享这么多 台湾的朋友 让他们也来一起参与 除了发放应景的粽子 提前陪伴韩市过节 仁安基金会 还将发放抗蜀防疫健康包 助韩式远离疾病 并且感受社会温情 我们的朋友们 今年呢 这里面有 洗发精 这刚好我睡不需要的 我没有做法 我真的是 欸 蛮大的欸 这是一个 600CC的 shampoo 洗发精 然后呢 有水 抗泉 对 就是抗泉水 然后我这边呢 其实你们 我是说那边 汗子就会蛮甜心 每年有不同的一些变化 是 真的很好 非常提醒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 在这里跟你们合作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这应该是 内衣吧 对 衣服 内衣 内衣 也是一个 蛮实用的 一个东西 再来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喔 今年喔 大家已经知道了 疫情 而且水晶 还蛮严重的 所以那口罩 口罩 不可能缺席的嘛 我们的口罩 而且不只剩一个喔 里面有很多 应该是 5片吧 对 5片 5片 还有呢 我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 喔 刚才是这个 这边的拖鞋 我们喜欢 这是那个 橄榄油的 橄榄油的肥皂 肥皂 对 橄榄油喔 非常的好 跟 卫生体很好 这是橄榄油的天然的肥皂 哇 太多东西 好棒 我们的男生朋友们 需要 五花后道 在这边 还有呢 牙刷 跟牙膏 牙膏 牙膏在这边 牙刷牙膏 还有还有 各位朋友 还有 这是 射击精 但是不是一般的射击精喔 75%的 酒精 酒精 有消毒功能的 射击精 还有呢 大家都需要的 一个 腰包 腰包嘛 这个专门 假如说腰包 也是一个 很可爱的一个礼物 希望今年喔 当然我们可以 保证到很多的朋友 让他们的生活 过得更好 就是我们每年 跟仁安基金会 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想要把我们的 鼓励 我们的照顾 分享给我们的 借用的朋友 仁安基金会 判邀请社会大众 支持捐款600 住韩市永保安康 购买一个600元的健康包 希望能达成 送包到6500元 全台韩市的手上 帮助需要健康包的朋友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 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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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谈关心您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5月18本土确诊人数 再创新记录达到85,310人 金融市属高中三年级及国中九年级 从5月23号起一日才远距上课 到学期末毕业典礼 5月18全国确诊人数再创新高达85,310人 金融市则有2425例 因应疫情高峰逐渐浮现 为了降低学生群聚感染风险 金融市长牛昌宣布 5月23号起到毕业典礼前 金融市属高中三年级及国中九年级学生 改采线上远距教学 国立及市立高中则建议各校参考办理 我们考量这个国九的一个同学 他们已经完成会考 并且正式的课程也已经结束 那另外高三的一个同学就是 在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学测 那今有部分的一个学生需要 进一步参加分科的一个考试 所以我们决定 我们金融市所有的国中九年级的学生 以及市立高中这个三年级的一个学生 从5月23号到毕业典礼前一天 以不到校采取远距教学为原则 那至于国立以及市立的高中 因为不属金融市政府所辖管 他们是属于教育部所管辖 我们这个以建议他们参考办理为原则 那另外如果学校有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活动 比如说升学的辅导 还是志愿的选田 以及毕业典礼的一个预演 或者是包括疫苗的接种 还有办理离校的手续等等 学校能可以安排学生到校 至于国一国二生及国小全力级学生 牛昌者决定不比照双北做法 维持现行实体与远距融合教学 以免延伸各项困扰 那至于其他的国中还有国小的学生 我们考量顾虑的比较多 因为国小的一个学生是12岁以下 如果在家里的话 需要有这个家长来陪同 那就会衍生包括家长要不要请假 有没有办法 这个还要去上班 那是不是要托付给这个阿公阿嬷 甚至是可能没有阿公阿嬷可以托付等等 衍生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基隆是在之前就考虑到这些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也是率全国之先实施实体跟远距的融合上课 那也解决了很多的一个家长的一个疑虑 那从之前推动以来 因为家长是可以视他自己的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状况 自己去做上不上课的一个选择 要不要到校上课的一个选择 那推动以来 其实实施的状况还蛮顺畅的 然后对于学校还有小孩的一个上课 还有教学学习的一个情形 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其他的一个国中还有国小的部分 我们不会跟进台北的一个做法 我们基隆还是维持现况 采取实体 还有远距这个融合上课的一个方式 至于国祥疫苗施打进度 根据教育处方面统计 到5月17号为止 已经有23所学校 共1396人完成疫苗施打 5月18号只有中和、中华、龙胜、中山、马林及仁爱六所国小 进行疫苗施打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Engine 心很厉害 注意 我赞的楼 感 but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 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 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 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